严宁,严宁回国 所以最近关于严宁的新闻特别多吗? 我不对严宁回国这个做评价 但是我今天在推特上看到一个对严宁的另外一个评价 这个文章真的是挺有争议的,不太好判断 我觉得刚好我们可以分析啊 在国内的中文的媒体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人 叫做颜润涛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我没听过 但是他好像很出名 可能他名字也叫润涛颜 以这种英文的习惯把他姓放到后面 然后他对颜宁有一个指责 他的眼睛有一个指责 这个润涛颜,颜润涛 他是也挺特殊的一个人啊 他是在90年代的时候 90年前后吧 可能读,在美国读博士啊,博士后啊之类的 他是诗医工的某种意义上的师兄 可能不是同样的导师啊,但是是 就是他的导师可以颜润润涛带过课这种可能是啊 大概是这种,就是说类似于 有点像啊,唐兄弟啊,唐的师兄 是那个啥 怎么说来着 可能同样的学校,读博士 有点关系啊 有关系啊,他比诗医工更早一些 但是可能当年也是很优秀的人啊 在做这个分子化学还是什么 我听不太懂他们的这个书语啊 他们做的是什么 我都说,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说他做的,跟师兄 当年他做的,跟师兄 跟后面的延宁,是类似 很类似 他指责是什么 他指责延宁是参考了他的学术成果 但是在有突破性进展的这个论文上 没有提到他的,没有引用他 大概是这样的 而且他,我看那个 当然这个,我看的这个文章 不是这个人写的 他可能在他微博上也写过 博客上写过 然后这个有人把他搬到这个推特上 有几个指责,有几点指责 当时我看的这个文章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然后我把他转到我的微博 那个微信的朋友圈了 他是这么指责的 但是我的看法有一个转变 先说我最开始同意他们看法 他说是这样的 他说,因为他是在90年代的时候 1990年,大概是那个时经节点 他发表的文章 跟他的导师一起 但是我看这个文章的时候 然后他说是 说这个人,闫涛是师医工的师兄 当年很牛逼啊,大概是 然后他和他的导师合作发表了一个文章 就是说他认为啊 这个闫涛认为 这个闫涛认为 他的这个文章 对闫涟后面的成名的这个作品啊 这个科研成果有巨大重大的意义 他这么认为呢 然后我现在按照这么陈述嘛 然后就说是有 所以说这个关系很重要 就说 因为闫涟后面是 是这个闫涛认是 诗医工是闫涟的导师 对吧 然后如果说这个闫润和他的导师 一批发的文章 他的导师又是这个诗医工的导师嘛 是吧 就现在说他的 他跟闫涟这种关系啊 就是他想说明的是什么 就是说是 你导师的导师发的文章 当年 你做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吗 你你不知道这个 了解他的研成果吗 对吧 大概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他想证明这一点 这文章逻辑是在这一块 好 然后还有一个是说 他会解释一下他这个文章的重要性啊 就说是我 我不是很明白他这个G点了 就说是好像说是类比啊 就是跟当年的这个 杨振宁李正道 杨振宁李正道的提出的这个 语称不守恒的定律吗 然后很快他又获诺奖了他们两个 但是获诺奖的一个前提是 另外一个女性的物理学家 验证了这个 语称不守恒 所以说他们就很快就获了诺奖了 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文章就想说明这一点嘛 他说是 严宁 看了这个文章 看了他发的论文 对他有启示作用 对吧 然后他就 在这个设备啊 在这个设备有更新迭代的情况下 因为他是现在来做的嘛 2011几年做的对吧 那个是1900年前 1990年左右 大概就差了小三十年了 对吧 参考了他的理论 然后他实现了嘛 就相当于说 这个 验证了他的这个理论的这个物理学 女性物理学家 他叫个猴什么 我突然 什么建凶 不好意思 我突然把他名字 建凶 他名字叫建凶 他姓我突然想忘了 就是他认为是这个 这个杨理和这个 这个 女性物理学家的关系啊 就是说 那两个提出这个理论 你验证了 这个关系吗 这样子 大概他有这么一个说法嘛 所以说 就把这个导到了 这个结论是变成了什么 就是说 严宁故意隐藏了这个 他看过这个论文的事实 对吧 如果说他看过这个论文 他提到这个论文 就说明这个想法 不是由你原创的 你只是验证了这个想法 而跟那类比的结果就是说 是杨理 杨振宁理正道能获诺奖 但是验证的这个物理学家 他还获不到诺奖 他大概想说这个 当时我一看了 我说哇 那他这个 的确实 我觉得有道理是吧 就是说你 别人做了这么开创性的 原创性的一个知识 一个领域是吧 一个理论 你借鉴了这个理论 然后你做出一些成果 对吧 但是你不说 好像说你提出一个理论 和你验证的理论都是你 对吧 实际上说 那你像这个 学界有很多这种事情吗 比如说爱因斯坦对吧 爱因斯坦当时提出来这个相对论 对吧 但是他获诺奖 不是因为相对论 只是说他的相对论 验证之后 他在别的方面获诺奖 光电子什么方面 获诺奖 这样子 如果说这么一个类比的话 那你就觉得这个人头太厉害了 太牛逼了是吧 他离开了学界 但是他在读博士 或博士过世期写的论文 小三年之后 他还有这种作用吗 所以我当时一看到这个文章 我就转了我的微信朋友圈了 但是 但是 这个转折来了 我后面又看到这个帖子里面 有人回复 一个人叫做欲藻得谦 得就是那个日本的字 不知道是不是叫得 好像感觉像是 中文的得一样的 也许是跟得的意思差不多 你可能知道那个 那个符号 他的发的帖不太多 也没有很多人跟着关注他 他也关注的人比较少 不是很多 但是 我看他的这个恢复 就是说 你看到他们之间 感觉身先打架一样了 是吧 之前的这个逻辑很清晰 是吧 就说是颜润涛认为别人 呃 盗窃了 不能说盗窃 是吧 差不多是盗窃的这个 就说 哎呦 他是阳 阵营李正道之类的人物啊 只是说 被淹没了 人海之中 他后面他发言人 指责这个眼睛 眼睛也马上对他进行了回复 回复了他的当时的质疑 指责这个眼睛涛自己2020年死掉了 去世了 这样子 他的这个 还有一个问题 有点忘说了 他也指责眼睛 他说 眼睛的成果大概是2014年发表的 大概是2014年 呃 有个时间纪念是 这个眼睛涛的导师是在2012年去世 是这样的 因为他不是跟他导师合作发的这个文章吗 是吧 所以说他有一个说法说是 他认为眼睛 呃 当时不说不发他的科研成果 而是因为 因为这眼睛涛的导师还在世 是吧 因为发的话就是说 那个人可能能执政 这个 这个科研成果的原创性的提出是 眼睛涛和他的导师 所以说这个眼睛发这个成果 等待拖在了这个之后 我说他选择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 就是等那个导师去世了 这是之前的前因后果 就是说之前的他的公案嘛 一段公案 嗯 施衣公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表态 施衣公按道理说 他那个我看到文章的意思是说 施衣公是知道这个科研成果的 眼睛涛这个科研成果的 他这个理论也提出的 呃 然后就让 因为施衣公是这个 严宁的导师嘛 他就让严宁做这个科研嘛 对吧 但是不提这个 不提这个 他参考了别人的理论 就是好像认为这个理论也是他提出来的 他也验证了这个理论嘛 在他的文章这里是这么说的 当时我一看这个文章 然后我就觉得说 哇 他对这个施衣公和对严宁的这个 道德的标准都有一个巨大的批评 是吧 那你干这样 假如他说的是事实的话 那干这个事的话 那就很不提到 好 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欲藻得谦 我觉得这个人太厉害了 他 也许我们的层次太低 就是等别人给你指出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哇呀我们的见识不够 他是这么说的 他回这个帖子 他说这个文章你看看 当故事 当小说看就可以了 你要是当真的话 就有点可笑了 大概这个意思 他说是什么呢 一个是说 嗯 他是怎么说的这个句话 他说的是 他说的几个论点 他足条进行批驳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一点 是说 他说你发的这个文章 你要有任何一个成果的话 你会马上发这个文章 你怕别人抢 对吧 他说眼睛怎么可能说是 有这个成果他不发 他等那个人导致去世什么的 之类的 对吧 这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验证 你验证了别人的这个理论 是吧 你也需要马上发呀 复杂的话也会别人抢 是吧 就是谁先发的就是谁的成果 对吧 这个逻辑很清楚 是这样子 然后 因为我相信这个预造的钱 他就是搞科研的 而且是水平很高的一个人 他就去看这个文章 看了一下他们发的论文 就做了个比较 他说 他说是这样的一个 他说分子化学这个领域 是什么呢 他的发展特别的快 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快 你知道吧 之前呢 所以说他在批驳那个观点嘛 他说 袁仁涛在1990年发了一个文章 等到2014年别人发的文章的时候 还参考他的观点 对吧 他说 对于分子化学这个方面的发展的话 就是说 你现在提出一个很牛逼的想法 两年之后 就无数的人 无数的方法超越了你 两年 那个是24年之后 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 也有人 他之前那个指责 严仁的这个说法里面 还有一个说是 哦 这是你施工的 就是你导师的导师发的文章 你怎么样 你做通常的研究 你不知道呢 对吧 严仁不可能不知道 他说这个预造的钱 他就有一个解释 有一个说法 他说 就是分子化学啊 就是 因为这个进展非常非常的快 对吧 就是说你自己导师 十年前做的研究 你都不会去研究那个了 因为 过时了嘛 对吧 就更不要说你施工的研究了 对吧 你导师的研究了 三十年前来研究了 哎呦 我说 证明说 我觉得有道理啊 我导师 我宁愿相信这个预造的钱 他这个人呢 说了 还有一个 一个是什么呢 他说 嗯 他说什么来着 他就说 他还是这么说 他说 呃 这个 颜润涛做的这个研究 和 颜宁做这个研究 还是很不同的研究 你知道吧 他做了个比较 他说 哦 因为 颜润涛做的 可能在细菌层面的这个研究 而 颜 颜润做的是在人类的这种层面上的 因为他的 直接应用 就是说是 关于 药物的 传递啊 就是人类治疗的这个 这个 药物的传递 他研究这种特性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 他跟三十年前的这个 颜润涛做的这个 还是很不相同的 以他的办法判断 他说 不听你是对的呀 没什么关系啊 这样子 然后我发现他也有一点是挺 那个啥的 这些人还真是挺会吵架的 挺会跟人 说起来也有点尖锐刻薄 他说之前那个说法呢 他说 颜润涛的说法 就是说是认为 这颜润在等这个 他的导师 颜润涛的导师去世 才发这个文章吗 发他的成果 这个颜润涛天说 我看你 你他妈你还是在等这个 但是没有脏话吧 是我家的脏话 就是说我看你是在等你倒是去世 然后在这胡编乱造 在这胡说八道 我看完这个两个这个帖子 我的严重支持这个严谨是无辜的 的确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科学家 大概是这么一个判断 但是我们看到说 我们只是不足以支持我们的判断 但是可能我们还需要有一定的方法 可能来判断增加自己的判断能力 这样子 我再想想还有哪一个点 挺有意思的 反正我觉得是他们之间的讨论 哦 还有一个我觉得从颜润涛的这个 就是你在美国已经躲到博士后了 对吧 好像是 不是普林斯顿 是霍普金斯大学吧 可能好像是 是吧 然后后面转型做了实证类的节目啊 这种写这种文章之类的 给我感觉好像就是 不是不太是一个对学术有追求的人啊 然后而且从他们的辩论之中 我能看出来是说这个分子化学的 这个学科的发展非常非常快 对吧 所以说你等到 你等到90年你发的文章 对吧 等到2020年前后的时候 这个 这个颜润涛发现 就是严宁的这个可言 可能跟他的这个 之前发展文章相关嘛 所以说他在维权拉了 三十年了对吧 我的判断啊 可能的确是一个 学术捧刺的行为吧